拜见车主大人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拜见矿主大人 拜见车主大人 你好 今天我拜见的是沃尔沃 XA90 和他的车主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高晓松 这辆车就是我买的 18款的沃尔沃 XA90 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传媒的 然后主要做纪录片方向的 同行了 半个同行吧 好吧 好吧 然后这台车很多人好奇 是因为它性价比现在很高 因为它优惠很多 是的 你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钱 我当时买的时候 应该是降税之前 降税之前 对 它的原价是定的是93万多 顶配了 然后我买的时候优惠 综合优惠应该是16万 这么多 但是跟现在来比的话 可能已经不算什么了 就是你现在这台车 一手的价值只有60万了 咱不提这个事儿 这个心情堪比特斯拉车主的心情 我们就拿特斯拉车主在找自信 它降了40多万 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 我的天哪 那你当时买它是怎么考虑的 还看了其他的车型吗 当时买它其实就是因为有孩子了 然后可能需要一个空间稍微大一点的车 你没有考虑什么Q7 X5这种吗 X5的反正低配也是能买到 Q7因为它换代以后 它外形我反而不是特别喜欢了 它因为老Q7比较圆润的那种 我还是挺喜欢的 但是新的Q7那种科技感比较伶俐 我就不是太能接受 然后X5也是去店里看了一下 它空间跟90也没法比 而且我对品牌其实不是特别的在意 必须这个价位我要买一个豪华品牌 我倒没有这种顾虑 所以就最后选择了 那你倒是买个哈兰达 竟然没有顾虑 这台车你还买了7座的 是因为你有刚需 还是你觉得买回来有比没有强 因为这个90的T6的顶配 它只有7座没有5座 如果能选的话 我还是想要5座的 因为毕竟7座用途不是这么多 另外一个就是它每两年 得上线做一个年检 这个其实很麻烦的 我有点不想跟你聊天你知道吗 那意思就是我钱多 我预算太多 我就买个顶配 这顶配非得给我7座 我也就拿着了 有一些配置确实是我需要的 比如说 比如说刚需是座椅通风 因为有时候夏天真的是 你往就在外面停了一天以后 你往里面一坐 无论你空调开得再大 在下车的时候 你的后背和屁股都是汗 好懂 这个有时候会挺尴尬的 还是借口 这要是没钱的人 就要是像我这样的情况 就会选择一个最低配置 然后就会加装一个座椅通风 几千块钱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然后空间方面 大家会拿这台车的空间 和一些标准7座的车去比 你觉得第三排怎么样 一开始就是试驾的 这个试的这个空间 我把我前排的这个腿部调整 我自己能接受的幅度 这第二排 对 第二排 包括我驾驶座也是调整的 然后第三排 我坐进去以后 腿部大概就是能贴到 第二排的那个靠背 所以像咱们都是 一米八的这个大个 都是其实是可以来用的 然后我是看它有个亮点 第二排的中间 那个座椅是可以抬起来 变成一个安全座椅垫的 是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挺实用的一个配置 然后那你这车买回来 你觉得有什么缺点吗 就是静态的部分 嗯 静态的 你是说这车开起来特刺 然后停下来没事是吗 也没有 也没有 这台车从外观来讲 从静态上来讲 我 完美 后备箱也够 后备箱不是够 是太够了 行 那我就问一个你们 卧尔卧车主的死穴 这个也关于保养的问题 这车保养多少钱 这个不影响驾驶 咱们这条就过了 快点 这车保养多少钱 这个车保养 其实因为我们群里的朋友们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在你买沃尔卧只有在维修和保养的时候 你才能发现它是一台好车 就很贵 对我这个1万公里的保养还好是大概900多块钱 那很便宜 在A宝来讲应该不算很便宜 然后那是AB宝吗 它以前是这种AB宝的状态 现在呢 像1万公里是900多 然后到2万公里可能就是2400多 然后3万公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3000多 然后一直到6万公里可能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4000多的一个保养的价格 机梯往上爬 是的 那这个还不原来AB宝呢 实际上价格都没有太大区别的跟钱 其实这个也确实是沃尔卧车主买车最大的一个故事 好 我们开起来聊 我们这开起来来聊一聊 刚刚你在静态真是一个槽点都没吐啊 必须从你嘴里挖出点什么来 好的 那动态先从槽点开始 就是它后面有一块这个控制后面的一个屏幕 那个屏幕上面呢 它是有一个锁的 但是它那个锁呢 不是真的锁 是一个类似于吸瓶件的那样一个东西 所以后拍如果做小朋友的话 他经常会玩那个屏幕 然后就会把后面那个风量调得忽大忽低啊 它温度不高不低啊 然后包括后拍的作业加热 它也会不开启的 它不能真正的锁上 这算一个 有一种淡淡的显示了功能的感觉 淡淡的显摆了一下的感觉 好吧好吧 小小的显摆了一下 有后拍加热这种功能 驾驶呢 你这台是2.0T的机械增压加热轮增压对吧 发生机 然后大家都在说四缸车 对 你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不在意吧 分两部分来说吧 就是它首先动力是很够用的 现在的300多马力 对300多马力的双增压的车型 它已经是这种主流的这个3.0T的这个车的动力的匹配的这个值了 你是4S店还给你刷了一个北极星是吗 对4S店给我刷了一个原厂的北极星它的动力已经提升到了334匹440牛米的扭矩 我不要听这个 我要听但是 但是 发动机的这个噪音真是我的天哪 老师问网友说有什么想问的 86%人都是问噪音 我还想说应该不会吧 这么个豪车 结果我上来之后发现发动机噪音 风噪嗨噪真的是挺大的 发动机的这个噪音尤其在2000转以上或者是2500转以上 它的那个噪音怎么形容就是已经是接受不了的那种程度 确实是声音大了一点而且不是那么的优美 它这个显得有一点呼吹带船 就好像像是一个穿着非常精致的年长者 然后他可能呼吸比较的气重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这个车的底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大家问 因为以前也是这个奔驰的车主嘛 然后也就是也是奥迪的车主 所以这辆什么 怎么我采访的都是搭全套 也是开过这些车 其实觉得它的底盘的扎实厚重的感觉 确实还是比不了这种德系大厂的做工的 就怎么说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宝马的这一代新的这一代 就是底盘非常绵密 是做得最好的 然后奔驰它硬一点 可是它也是比较紧致的那种硬 然后沃尔沃的这个方面 可能稍微有硬里头又加了一点点的碎的感觉 但是这个车好在它是一个有空气悬挂的版本 所以它虽然底盘不是这么的整 但是它的舒适度我觉得还是能保证的 就有点像偏颗的悬挂 它的总分还是能达标的 但是毕竟大部分人买XA90 都不会买到带空气悬架那么贵的版本了 也还好 因为这个车的顶配和次顶配都是带空气悬挂的 因为次顶配跟这个顶配相比的话 它没有保滑音响 它没有座椅的通风和座椅的按摩 其他的大部分都还是有的 我刚刚就想说你这个车硬炒 这都不要紧 因为你有保滑尾键 而且一个配置就可以搞定那些所有的问题 打开这个音响给大家稍微听一下 好的 我个人认为我听过的汽车音响里这个是最感人的 就是那个声场是最棒的 可能你们通过这样的麦克风听不太清楚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有机会去卧卧塞电的话 一定要听一下这个 特别棒 然后就是这个档 就是它我能理解它是机械档 肯定比电子档要硬一些 但是它作为机械档来讲我也觉得太硬了 你看我平时挂档其实还好 如果要是一个女孩 比如说我爱人她要挂档的话 就会觉得很硬很不舒服 这个属于小毛病还有吗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个车的空气悬挂坏过 是磕坏的还是自然的就坏了 不是 它是就是自己 我有一次就是也是天挺冷的时候 我一启动 然后往前开了一点 这个车是在开到时速10以上的时候 它在空气悬挂会自己升起来一些 然后当时它就没有升起来 没有升起来以后呢 它这个正空座暴警了 我想跟你说为什么了吗 它跟我说的是就是一八款之前的这个空气悬挂的一个气泵 它的这个用料可能有一个地方 它的这个安全用力做的不是很足 一八款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其实这台车我感觉就是这样 它这个发动机的噪音大 它会拿保华来补 然后这台车的底盘不是这么整的话 它会拿空气悬挂来补 很平衡吧 油耗方面呢 油耗呢 因为我的用车的这个场景还是比较理想化的 所以我的这个表显呢是9个油 实际上我计算以后呢 应该是百公里是10个油 这台车整个下来 油内到外你最满意的和最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最不满意肯定是这个发动机这个噪音了嘛 它跟这个级别的车的身份不太匹配 最满意最满意的一点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这个外观 包括它开起来的这种驾驶的这个感受呢 就是这种加入车的感受 你没有开上这台车 你就没有一个激烈驾驶的这么一个欲望 这也算优点啊 稳啊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买这台车吗 不会 为什么 男人就是这么善变啊 那你会买什么 其实我其实现在挺喜欢新的那个X5的 尤其它的价格 新的X5的价格 我感觉真的是挺厚道的 虽然说现在没有优惠也好 或者什么 它80万起的这么一个价格 如果以后会有2.0T的这个动力的话 它可能下满到70万的这个空间 皇上别遗憾了 你这个也是有优点的 买了就不会后悔 对对对 挺好 最后听完我问你几个问题 买这台车你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吗 那当然了 这个品牌首先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这么样一个代表嘛 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各种主动被动的安全配置 做的也是很足的 这还说残值你了解吗 咱们不聊这个残值的话题了好吧 大概多少钱 我了解大概就是50万上下吧 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你卖吗 不卖 OK 下一台车你打算换一个啥呢 我这个才刚换 我现在还不考虑下一台车了吧 九零九零年的小孩开XC 你说我跟这一天天坑吃坑吃搬砖 你还放心 我看起来 有一個⋯�VENTer 去猜津 你这个猜津 你这个猜津 你这些蛛 fid ghett